曾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uckheed Martin 科尔普工作的资深科学家波尔布什曼 Boy Bushman透露的信息 超光速、毒心、轻易就活到200多岁 不受地球引力制约 是不是每一条都颠覆了我们人类对科学的认知 虽说有些种族的外星人长得很吓人 但是外星科技确实让今天的人类惊叹 也不可避免地让不少人觉得难以接受 布什曼一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去世 他的这些消息都是在临终前 才透露给航空设计师帕特森·马克 布什曼还向帕特提供了多张照片 帕特森在2014年10月将采访视频上传到YouTube 引起很大震撼 不相信的人抓住布什曼公布的外星人照片 猛烈质疑 布什曼声称 有一次他把照相机交给一名外星人朋友 请他们在乘坐UFO做星际旅途时拍些照片 不过 这些照片大多数模糊不清 但即使怀疑者也不得不承认在以超光速的飞行旅途中 不可能拍下清晰的照片 而他提供的另一张关于外星人长相的照片被公布后 有人说这个外星人是塑料做的 因为市场上就有卖这种外星人玩具的 但支持布什曼的一方有人指出 类似布什曼所展示的外星人照片在2009年时就在YouTube上出现过 但当时并未说明来源 所以有可能是有玩具制造商看过这些照片后 仿造了这款样貌的玩具 支持者甚至提出阴谋论 称美国安全部门早注意到类似布什曼这样 接触过外星人的科学家 时早会公布他们的秘密 因此他们可能早就受益制造出这款玩偶 以便真相曝光后人们见怪不怪 不以为然 有眼尖的网友更指出 如果你仔细看布什曼展示的外星人照片就可以发现 照片中外星人眼睛只是半张开 跟玩具不一样 更主要的是其皮肤激励细节也与塑料玩具不相同 不大像是玩具冒充的 而且网偶都是在生产线上生产的 应该每一只都是一模一样 显然布什曼拿的不是网偶照片 更重要的是以布什曼这样资深科学家的身份 又是在临终前没理由编造外星人故事啊 中国有句古话 人之相死 其言也善 人们也实在想不出 布什曼有什么理由要在临终前报假料 因为这个时候为华众取宠而搞耸人听闻的噱头 似乎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布什曼的行为倒更像是 他临死前想把秘密公之于众 不要带到棺材里去 一如从前西方人临死前跟神父忏悔 说出自己的秘密 以求的上帝的宽恕良心的解脱一样 还有一些熟知军事的人指出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级开发项目 臭幼工厂的发展史 似乎也相当神秘 20世纪50年代早期 臭幼工厂还是默默无闻的飞机代加工厂 从1955年臭幼工厂接到中央情报局的订单 建造出一种名为U-2的侦察机开始 臭幼工厂就小宇宙爆发 接连研制出阵间世界的各种机型 包括SR-71黑鸟侦察机 F-22猛禽战斗机 无论是飞机的材料 以及功能都颇具开创性 现在维基百科上对臭幼工厂的描述 还有这么一句臭幼工厂通常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下 突破技术上的限制 推出极为令人惊讶的飞机 给大家梳理一下 1947年发生了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 1955年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的抽油工厂开始技术腾飞 飞机测试地点是在充满神秘色彩的51区 罗克西德马丁公司资深科学家布什曼临终爆料 外星人为美国提供技术支持 这样看来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背后的事情不简单啊 无独有偶 另一名美国已故地址工程师 菲尔·施奈德·菲尔 施奈德也曾表示 自己曾参与美国政府与外星人合作的秘密项目 也见过外星人 他曾是为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工程师 参与建造美国深层地下军事基地道墓 并在著名的51区工作过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